美国公布了9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年增率3.7 率高于市场预期 而周四的美股三大指数多手黑 美国9月CPI没有明显的下降 这代表联准会可能会维持更久高利率 而今年内可能再度升息 但是专家普遍认为 不会在11月宣布 道琼周四下跌超过173点 银行股表现不佳 另外是受到美国新公布CPI数据 以及目前中东 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的影响 在欧洲主要股市也是多手黑